好 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欧战 乌克兰已经准备发动大反攻 在此之前 乌俄两国的领袖都到前线 城镇视察 提高士气 不过乌军最振奋的是西方的爱国者飞带系统 包括德国和美国承诺的都已经到了乌克兰 会成为春季反攻的重要军备 而北约的年度网络防御演习 今年为了因应国际形势 骇客攻击目标特别增加了天然气场和能源设施 遭到俄罗斯关押的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 周二第一次现身莫斯科法庭 但他交保和软禁的要求全面遭到拒绝 莫斯科是法庭一阵骚动 31岁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 格什科维奇数周来首次现身 他身穿蓝色牛仔裤和海军蓝方格纹衬衫 站在被告的玻璃隔肩里 不忘给外界一抹微笑 他是冷战后第一位被控间谍罪 遭俄罗斯关押的美国记者 最高恐面临20年刑期 记者本人报社和美国政府都否认 他从事间谍活动 法庭内其他记者高喊要他坚强 转达大家向他问好 之后他就被迅速带走 他的律师提出5000万卢布 相当台币1870万元交保或软禁 两项建议都遭到法院驳回 代表他将继续被关在前特工KGB的监狱 至少到5月29号 法院外他的律师则描述了他的状况 律师说他现在在读战争与和平 也看电视上的料理节目 周一首度得已探视他的美国驻俄罗斯大使 则要莫斯科立刻放人 不过克里姆林宫打压异议分子不手软 18号在逮捕反战活动家希尔西科夫 罪名是为恐怖主义辩护 他在华尔街日报记者被捕前 也曾接受他的访问 俄罗斯外交部也召见美国 英国和加拿大大使 理由是粗暴干涉俄罗斯内政 因为他们集体出席反对派人士 卡拉姆扎的判决听审 俄罗斯内部忙压制反战杂音 总统普京则二度前往俄军 在乌克兰作战的指挥所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也再度前往前线视察 两人在不同天去了不同的地区 要在俄罗斯入侵第420天 基辅准备使用西方武器反攻之际 提高时期 泽伦斯基造访近日俄军攻势主要目标之一 乌东的阿夫迪夫卡 听取军情简报颁发奖章 同时前往盾内刺客一间医院探视受伤士兵 克里姆林宫公布的影片 则显示普京搭直升机 前进俄军在乌南赫尔松州的指挥所 之后再飞往乌东卢干斯克州 俄罗斯国家禁卫军总部 发言人说时间是星期一 两国领袖都大动作现身前线 不过相对普京大多正是仪式感的场景 泽伦斯基办公室则公布 他与士兵自拍一起吃蛋糕 用纸杯喝饮料的画面 如今乌战基本上陷入僵局 激烈战斗仍停留乌东盐矿镇巴赫姆特 乌军等待已久的反攻重装备陆续抵达 根据德国官方网站 德国的爱国者地对空飞弹系统 在过去一周已经送到 美国和荷兰也承诺提供爱国者飞弹 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 不只地面作战还有网工 英国国家网路安全中心警告 同情莫斯科和队伍开战的骇客 对西方重要基础建设构成威胁 北约年度锁顿网路防御演习 18号就在爱沙尼亚登场 专家指出社会操纵和资讯战越来越重要 北约成员和伙伴国演练虚拟岛国 遭邻国大规模网工 目标锁定关键基础设施 通讯网路和金融系统 今年也增加一座天然气场和能源基础设施 反映当前地缘政治形势 请新闻综合报道